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在越南胡志明市半度假办工作 然后还有去看我的家人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家人都住在越南 我爸是台南人 我爸妈是越南这边的花侨 所以他们都住在越南这边 所以这次我回来办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还有看一下家人这样子 然后这次我是自己来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旅行的话 如果你有尝试过 你就发现你有很多的独处时间 我自己能够独处的时间其实不多 所以这次呢 过来我还蛮珍贵的 因为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一些你平常不会想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会重新认识自己 或是更认识自己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一直跟人家聊天 一直跟人家相处 我们都会认识其他人 但是我们忘记去学习怎么重新认识自己 或是更了解自己 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自己 包括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过来 我了解到很多不同的自己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多重人格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些在这里的事情 然后当我在自己独处思考的时候 我讲出来自己从那边讲话有点问题 当我讲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我自己原来这样想的 然后原来跟以前想的不一样 或是自己以为原本自己这样想 但其实又不一样这样子 然后我想讲的是 我发现了我是一个工作狂 在泰国大家也知道我自己有一个office 对不对 所以呢每天我都会在那个办公室工作 早上工作到差不多下午这样子 就像正直一样朝九晚五 但是在我自己的舒适圈 我不用去公司上班 然后这一次过来呢 我的规律完全被打破 怎么说呢 就像因为我要跟一些朋友见面 因为这些朋友呢 我好久没有跟他们见面了 我之前在越南这边读书 所以呢这次跟他们见面 就有出去喝酒啊吃饭啊 然后很晚才回家 然后如果你很晚睡觉的话 早上又很晚起来 然后又要配合别人的时间 这样子你的整个schedule都被打乱了 所以这就是自由业者的一个坏处 就是你的时间要自己control好 如果你没有control好 那就很容易乱掉 所以我喜欢有自己一个工作的地方 虽然你去旅游 你住饭店 你就可以拍一些很完美的漂亮的东西 但是呢我还是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工作 这样子 另外一点我想讲的是呢 self care 我们要有时候呢 我们要把时间空出来照顾自己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工作工作太辛苦 每天都在工作 然后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然后可能只是假日或是休假的时候 才可以休息一下 或是说呢 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连休假假日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工作很辛苦的话 你忘记照顾自己的话 可以空出一些时间来 这样子让自己放松一下 像我自己是工作狂 我不工作我会死 我会一直想 你觉得很愧疚 我知道 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 因为你要有找到个平衡 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平衡 所以我一直 五十无刻都在想到工作 所以这一次过来我也是蛮愧疚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度假 那工作怎么办 我就觉得对 而且我才刚来几天而已 所以self-care是很重要 然后self-care 你不一定要去一个国家 或是去一个旅游景点 你可以在家就是泡个澡 或者听一些音乐 或者睡晚一点 然后吃一点好吃的 像这样子也是奖励自己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喜欢出国旅游 然后出国旅游 又太贵的话 你可以去近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像越南、菲律宾、冲绳 这些地方都是蛮便宜的 然后你就可以稍微去个两三天 你不一定要去很久 虽然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出国 你觉得出国好不容易才出国一次 所以你就想要安排久一点的时间 这样子才划算 但是其实我不会这样觉得 因为即使你去到一个 你很想去的地方 但是你只有去个两三天 因为那你的钱你的预算就只有这么多 所以你只能去两三天 That's ok 你还是可以体验到那个感觉 你还是有玩到 你还是让自己重新refresh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觉得说好不容易去到国好不容易去到日本 好不容易去到菲律宾、越南 我一定要呆酒店 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这样子我才玩够 但是同时的 你要想一下你的预算有没有这么多 如果你的预算没有这么多 你呆太久的话 你只是花你没有的钱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 我不用看那么多 就像上一次我去巴萨罗纳 我只有去一个礼拜而已 其实呢如果你去欧洲玩 你要真的玩的话 一个礼拜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我决定要去巴萨罗纳一个礼拜 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我有享受到那个城市啊 我有认识到那个城市 虽然不是很深入的了解 但是呢 我去那个地方 我我我享受到知识 我认识到新的朋友 然后就是 You know 整个就refresh起来了 你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 你可以去很近的地方 那个感觉也是 这个self care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你在自己国家里面也可以 你不一定要跑到国外去 你在自己的舒适圈 在自己家里面的休息 享受也可以 你不一定要跑去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想要在这几个月学习 要去做的地方 就是呢 有时候我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所以我忘记要去放松 忘记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健康 所以这一次 虽然你看起来我好像很轻松 对不对 但其实呢 在心里面 我 我在慌张 因为我没有在工作 好了 现在我跟你们讲话算是工作的一种 但是 你懂我的意思的 因为如果你有在自己工作的 的舒适圈里面 你就会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你就有那个规律 然后现在我没有规律 我心里面是非常慌张的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一点 所以在接下来这今年这几个月呢 我想要学习一点就是 学会放松 如果你去年有追踪我的话 你就知道去年我有一阵子有焦虑症 因为我一直朝着数字去 去 focus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赚三万 然后我就要想说我可以怎么样子突破三万 然后我赚到六万之后呢 我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突破六万变十万 就是一直这样朝着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数字 那个时候呢我就焦虑症非常的严重 我每天呢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呼吸 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压力太大 然后后来呢 我发现自己有那个问题之后 我就开始学习不要去在意那些数字 然后过了几个月呢 我就没有焦虑症了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在意那些数字 所以然后因为这次的旅行呢 我了解到自己是工作狂 然后没有办法放松 我要学习放松 我要学习放松 所以在这接下来这几个月呢 我要去找一些方法来让自己放松 Anyway OK那今天这影片呢就到这边啦 我只是想跟你们聊天 然后告诉你们我的近况 其实呢我每天都会在IG上面 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琐事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我平时我在干什么的话呢 你就去追踪我的我的IG超赞的 好吧我的IG story呢 OMG I'M SO FUNNY 然后呢我的IG排版都超漂亮 而且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所以过去追踪 然后记得订阅这频道 我现在每个礼拜呢 都会至少上传两个影片 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还想看什么类型的影片啊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